然后很多人说 陈老师你也学一学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经验 但是你的经验对你来说 从来不可能是破碎化的 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经验 一套生存法则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 你会发现这个人特别的二 在单位上他说话也不会说话 他为人处事也不行 他好像就我们说的 他脑子尽水 他干啥都是一说就错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他的那套信念和价值 这就是他组织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方式 他家伙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在他看来对他的生存是最有好处的 你比如说我 很多人评判我的时候就发现 我成功过这个人 就是不会处事 不会应酬 不会说话 这就是我 你说我今天要参加一个酒厂 酒厂上有各种做生意的 有各种领导等等 然后我就看着周围的人 都能够敬酒的时候一套说辞 哎呀说的特别的漂亮 然后很多人说 哎呀程老师你也学一学吧 OK 结果第二次 我在参加这样的酒机的时候 我也担着一个杯子 然后我见人就碰杯 然后就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我怎么说都不是我 我越说这种话 人家又觉得 哎呀你怎么 怎么学你都学不下 那就不是你这个人的处事方式 那就不是你这个人的经验 信念和价值 你怎么做的是错 这就是我的意思 你就不是属于酒厂上混的人 你就不是属于官场上混的人 你就不是属于江湖中人 你就不要干那个事 你不适合 你不擅长 那我才适合在这 我在这反正怎么说 我也不会得罪人 别人骂我也无所谓 我还觉得挺洋洋自得的 还有人骂我 有牛呢 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什么 立足点 你要整理你自己的经验 引导你的决策 别人看来是很傻的这些挤动 但是对于这个人来说 就是他生存的不二的法门 一个乞丐 刑企 就是经过他的经验的总结 他认为对他最适合的生活方式 也许在外人看来旁观者心 他错了 但是就他自己的处境化的选择来说 他只能让人干 他还真干不了别的 他干别的还不合适 你今天让我去当官 我就当不了 你要让我去命令一个人 我就命令不了 但你让我这会儿在眉飞色舞的 在讲九星问题 我觉得还可以 这就是人要找到自己 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 就像一位朋友刚才说 真诚的对自己 这就是这本书 所以他就要求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质疑 我们的这些意识 去分析我们所用的那些概念和观念 去做出我们自己的推论